321事故目前还在调查中 还不能给事故原因和性质下结论 近日我们也发现 境内外网络上出现关于 从东航公安系统上层的信息释放 东航失事原因锁定副驾驶 以及黑匣子数据已经出来了 民航局安全办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对直飞航班飞行人员进行航医 心理健康监测等种种谣言 这些谣言假借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之名 发布虚假信息 严重误导社会公众认知 干扰事故调查工作 以涉嫌违法 有关部门正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 321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按照程序紧张进行 我们将尽全力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依程序发布有关信息 ekILL BING B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